所谓的G7会议的会议上 躲在房间奥巴马敲门 直接来了敲门都不开 一直敲门都不开 温家宝牛到这程度 之后我在赵州地全印证了 这件事情 他说真的是 我们发现过去的关系很关系 关系的词记住 在他们的眼里面关系就是 就是俱乐部的关系 Gclub的关系 咱是会员 谁是会员 陈云是会员 王振是会员 周小川是会员 王岐山是会员 温家宝是会员 所以共产党 他就是一个王八蛋的 很low的卖国贼 盗国贼 流氓黑帮 我像天法师指天法师 我跟任何人对象 中国人可怜到 不能再说可怜这个字了 我这回是学明白了 没有你陪伴 我真的好孤单 唱歌吧 七哥要是说没出山之前唱这个歌 绝对是哭成一片很多战友 这今天大家 高兴了 OK 七哥 我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一个疑惑吧 就是那个好奇心 就是七哥每次进山 然后我们发现都是市场 但是说就是进山 我们知道是开会议 因为一般的会议线上就可以解决 是吧 那么七哥都是 第一是七哥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去进山 开会呢 第二就是说 您这个跟赵泽丽这个会议 是每年固定好的时间呢 还是说事件临时发起的呢 那这一次这个七哥这个会议又是为了什么而发起的呢 这个问题特别好 吃了草根兄弟真的与众不同 我这回还专门跟其中一个人隆重介绍草根 我说你们在日本的要 我从来没说过他们 我从来没 我从来不求人的 唯一的他说 我们日本人能做什么 我说我们日本要有动作的 其中我就谈到草根 草根兄弟绝不是一般人 就我都很多方面 就是他的坚韧 这种执着 还有他的这种敏感度 而且这种控制能力 就真的是看到了当年的七哥 那个就是那个年龄 没有的那个年龄 这个年龄不应该有的那种成熟和历练 就是不是夸七哥 这真的啊 就是那种自信是发自内心的 不是自傲 这大根鸟学习 你是自我感觉 人家草根是发自内心的自信 有实力的 有底蕴的自信 而且是他能付出 这个想法是很能让别人接受的 还有有启迪的 就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你看我过去历史 我所有的飞行名单 共产党都有 在网上都可以查得到 你看我从91年之后 我从93年 第一个中国人就飞私人飞机的时候 亚洲就有一架私人飞机 红红生的 第二架就七哥开始飞了 那时候是叫Falken 50 对吧 你去看看 我都飞到什么地方 我跟什么人见面 我跟什么人合作 从来没改变过 每年必有一次见面 每年必有一次 只是见面有时候短和长 扯淡还是扯闲淡 还是扯正淡的问题 但是都对大家是一个机会 你会好看看 权力的游戏里面 到那深山老林开会去 总统去了 手机都不上用 出来了摔手机 是吧 就是这个会议 全世界能参与这会的部队 你想 兄弟 咱们中国人最可怕的 就是两件事 就是可怕到你无法 真的是不能说可怕的程度了 就是咱们这个心胸 现在就是权力 咱们一直认为 当官的就是牛的 就在这人眼里 当官的都是垃圾 第二个中国人 以为有钱的都是牛的 这外部这些人 你有钱 给你有思想 给你有文明 有能力 完全两回事 而且都此一丝彼一丝 所以他们最爱讲这话 Just in time Just in time 老爷说 Just in the time 他老是说这个词 This moment So far So good So far So good 记着 So what 这老将 这就是他们的讲话词 就是一句话 可没要咱这样似的 多大事就一句话 我们中国人恰恰的喜欢的 崇拜的东西 是人家完全不在乎的 你在人家那学习东西 这为啥 我说G club 咱要撑得住啊 就是未来 G club不能见面 只吃鱼子 这样吃鱼 人家就怕吃这东西 打过程带高 今天长口买了咱们这 是不是啊 这是六块钱 六美金一个的 这个草莓 最贵的 全世界最贵的 130美金一个天花 你们都没吃着 飞飞 你跟草莓 大根都没吃着 是吧 你们来这 这最好的 咱们现在能吃得动 他们吃不动了 他们也不想吃这个东西 但是人家的生活 那个讲究物质 就不用提了 就是 你想象不到 但是他们看得起你的 是你这 和你的未来 那么跟这人开会 就是你说每年见面 像我们过去两年没有了 唯一的一次两年没有的 因为病毒 你想两年后再见 从来没七个没受到这种尊重 谢谢 就是第一次跟我说出来 我们生死与共 过去皇帝王子 跟我说过这话 这我让我 我很严肃 我很认真 我很珍惜 因为这个我跟他们保持着 亲密的 我愿意奉出生命的关系 因为他是很认真 说说 Miles 我和你不是同年同学生 我愿意和你同年同学死 他不是忽悠我的 我很相信的 如果他骗我 他就骗成功了 所以那我相信 这些人从来没跟我说过 我和你 我们共同生死 Miles 从今年起 我们的关系不一样了 不是因为新中联邦 也不是因为 瑞卡 年轻 大个儿长得帅 草个儿长得帅 水长得漂亮 文宝奶奶 性感 他不是这个问题 他不仅仅是这个问题 你这爱是抗议 突然梦 人家眼里边 你就别小case 是吧 人家这一切的结合的结果 就一个原因 就这一次 一切改变了 所以说我们今天在问什么 王岐山了 什么 人家都过去是 人家想的 就是一切都是未来 咱慢慢来吧 今天时间还长了呢 没有你陪伴 我真的好孤单 听到了吗 为什么你老放在这儿呢 这个小新老师 你老放在我唱不起来 这个地方 这小新老师除了倒酒 还会折磨人啊 还好小新没去招这地 要不然估计招这地都已经死完了 没鳄鱼了 是干炒地 听不见了 炒盆兄弟 谢谢三位 谢谢三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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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是 谢谢飞飞 谢谢大哥 谢谢瑞卡 谢谢飞飞 谢谢炒盆兄弟 七哥最帅 我们 谢谢 哎呦 真好 真好 今天这是 哎 我们下 比特币 has been plummeting it's another cringe day for crypto the value of cryptocurrency has been dropping dramatically that's right the market has lost 70% of its profits in the past eight months more than 200 billion dollars were wiped out of the crypto market over the weekend unfiltered cryptocurrencies got beat up this week right more than a trillion in value has been wiped out in recent months critics are saying a lot of this but is this the end of the crypto craze here to weigh in is chief economist at EuroPacific Peter Schiff and entrepreneur Patrick Bett David Peter you've been on this show before about this topic been a tough couple months for crypto is this the end or have we hit the bottom well we definitely haven't hit the bottom I kind of hope it's the end or at least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before more people have an opportunity to lose more money in this pyramid scheme but you know you talk about all the value that's evaporated it's just market value there's no real value in bitcoin or any of the other cryptocurrencies they simply have a price and as long as people are foolish enough to pay that price you'll have market value but the only reason people want any cryptocurrencies is because they think they're going to get rich they think there's a greater fool out there that's going to pay a higher price only they don't realize that they're waiting for a fool and ultimately the fools that are left holding the bag are the losers and I think unfortunately there's a lot of people that are going to be bag holders in this I think a lot of the original investors the whales they've been dumping I mean they pumped this thing up they paid off all these celebrities and athletes and politicians and they hyped the hell out of it over the past year they spent all sorts of money on commercials and conferences and they dumped out all this stuff to the public and they were cashing out and now the bottom is dropping out of the market and we have a long way to fall Patrick I'll let you respond your thoughts on that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s saying Peter we just don't like the way you've been doing things we don't we just don't trust the Fed we would trust gold if our money was backed by gold but it's not and your dream of the government and our currency being backed backed by gold it's going to take a lot of convincing and a lot of powerful people to say yes for that to happen so because of that Peter we think you're a little bit naive and you're oblivious to what's taking place we want to take it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because we no longer trust the centralized monetary system we want it to be decentralized I don't trust the central banks either and if you like gold there's nothing that says you can't have a cryptocurrency backed by gold you marry all of the positive aspects of a cryptocurrency with the benefits of gold you have something that's stable store of value media of exchange unit of account you don't have to reinvent the wheel you just have to bring it into the 21st century with blockchain with several factors putting pressure on the economy many on wall street are betting on a recession sometime in the next 12 to 18 months but treasury secretary janet yellen believes a recession is not inevitable i expect the economy to slow it's been growing at a very rapid rate as the economy as the labor market is recovered and we have reached full employment it's natural now that we expect to transition to steady and stable growth the federal reserve is taking aggressive action to address rising inflation overall spending is strong although patterns of spending are changing and higher food and energy prices are certainly affecting consumers consumer prices are at a 40 year high covid continues to impact supply chains and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could create a world food crisis that war has also helped push gas prices to record levels energy secretary jennifer granholm will be meeting with oil executives this week she tells cnn president biden is prepared to use his authority to help increase supply but offered no guarantee gas prices will decline we know this is going to be a tough summer because driving season just started and we know that there will be continued upward pull on demand the job market remains strong with unemployment at 3.6 percent according to the labor department businesses are looking for ways to attract and keep workers vicki dickerson is offering 500 bonuses and raises to help her employees keep up with inflation hopefully people be a little bit happy this won't change their life forever or anything like that if the country does experience a recession it's worth noting that recessions don't last forever and they are usually followed by a period of strong growth 金融危机 已经来临 数字货币 重新洗牌 在经过了 长达两年多的 新冠病毒疫情之后 全球的通货膨胀 正处于2008年 以来的最高位 俄乌战争 引发世界粮食 危机蔓延 全球供应链断裂 运输成本增加 能源价格上涨 日常消费品 短缺 价格飙升 大家记住这是什么 这就是全球的 整个经济 通缩通胀 通货膨胀 叫滞胀 红存 世界最大咖啡产地 巴西 遭遇了一个世纪以来 最严重的干旱 咖啡收成惨淡 导致咖啡成本飙升 世界银行和联合国 预计未来两年 经济增长将持续放缓 世界经济论坛的 一项全球调查显示 未来三年世界经济复苏 将出现失衡 且动荡不定的现象 2022年6月15日 日本十年期国债期货 价格与盘中暴跌 而引发了熔断 创出了近十年以来的 单日最大跌幅 日本央行随后宣布 将于6月16日17日 无限量购买 日本国债期货的交割券 通胀和通缩的前提 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什么 劳动力紧缺 啥也买不着 还什么都贵 还没有人愿意花钱 这种时候 一直到对一个国家的政党来讲 就是政府 面对着一帮 不想吃 不想喝 得深度抑郁症的人民 奴隶们 不给我贡献 不工作 不花钱 不消费 不行动 这比躺平可可怕多了 这对他们来讲 这是对所有的统治者 都是个巨大的财产 欧洲央行周三召开了紧急会议 讨论该地区债券市场的动荡 会议直接推动欧洲股市 欧元和债台高筑的南欧国家的主权 债券价格走高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可在这一天公布最新利率决议 宣布加息75个基点 将政策利率 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 先从0.75%至1% 升至1.5%至1.75% 这是1994年11月以来 美联储最大的单次加息幅度 上周道琼斯指数大跌1500点 纳斯达克指数跌4.78% 标普500指数收跌5.8% 为2020年3月以来最大单周跌幅 今天世界经济这样 那咱这爆料革命这么多 也别直播了 那几万亿会毁掉世界的所有的经济 不是跟你们开玩笑 此轮加密数字货币的暴跌 已经导致2.1万亿美元蒸发 28万人爆仓 加密货币的热潮是赵长鹏 山姆关克曼弗里德 麦克诺沃格拉茨 和其他一些数字资产持有者 成为了亿万富翁 但现在他们的财富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 比特币啥 比特币未来是垃圾 一定是垃圾的 世界的未来绝对是未来是虚拟货币 也就是数字货币 不能叫虚拟叫数字货币 这是未来也不会有纸币了 也不会有什么 我们是唯一家 数字货币和黄金挂钩 我们是作为黄金 作为储备的 中 中中中中 好 亲爱的战友们 大家好 七哥好 欢迎大家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文贵大直播第三部分的内容 刚才内容非常之精彩 大家还在回问之中 期待七哥接下来继续的精彩表现 那今天非常荣幸 我们有三位重磅嘉宾 一块协作来完成这部节目 首先是我们声音非常甜美的木兰女士 欢迎 然后就是阳光帅气年轻的郑青先生 还有宁南先生 那么首先因为我们这一组的时间比较有限 七哥 我们就直接请这个木兰女士代表我们 向您打个招呼 顺便把刚才您这首新歌以后听到的感受 跟大家分享一下 非常感谢 七哥好 战友们好 大家好 木兰好 妹妹好 木兰好 郑青好 我们的诗南宁南好 文贼好 对了 我文贼我还专门说的 人家提到文贼这个小伙子 我都不知道文贼是后来什么情况 人家跟我说我才知道 谢谢了 开始吧 木兰妹妹 好的 七哥 你唱的那首歌听得我们大家都太感动了 我们 你流泪 我们也是流泪 我们的心情跟你是一模一样的 你真的是唱出了我们的心声 我们都是 我相信所有的战友都是天天每天都是同样的这样的思念着七哥 是的 毫无疑问的 然后那个木兰姐 你可以跟我们再唱一遍吗 我们可以一起唱 回头再跟你唱吧 现在有点我得搂住我这控制情绪 木兰姐 刚才七哥夸了您的秘密翻译组两次 我不知道您是否也方便顺便回应一下 非常棒 好的 对刚才真的是受宠若惊 我已经听到七哥说那个昭泽地的大佬们 竟然都知道秘密翻译组 还提到秘密翻译组很多次 秘密翻译组的这些大家听到了以后都非常的兴奋 我们真的是受宠若惊 那我真的是觉得我们这个真的没有想到我们的这些 做的这些工作能够传达到世界的这个昭泽地大佬 感觉我们的责任又重大了一份 不知道七哥在跟他们那个会议的时候 他们对我们秘密翻译组有没有提出什么更多的建议和希望呢 就是他们还希望看到哪方面更多的信息呢 谢谢木兰妹妹啊 谢谢文志啊 谢谢郑青 我觉得我真的是这个谈到这个真实秘翻译组的时候 回头我们有很多坏人说 就是我长岛哥老班长还有汝水啊 木兰草根兄弟我们真的要注意到 就是我们真的是很听失败的这方面 就他们说的秘密翻译组很多人名字我都不知道 因为我也很少看秘密翻译的就是那些文章啊或者翻译啊 我真的不知道这一个 第二个他们经常跟我说 他说你们发配这些利益的时候应该以秘密翻译啊 为最核心啊 我们说实在话我们给秘密翻译组给予的关照啊 真的不多 因为由你木兰横在中间 你一个人全独享了 我们也不敢惹你的赵泽地啊 是吧 你的赵泽地大鱷鱼啊 我们就成了一个 真的木兰 我们就成了体学组最放心的一个 一个农场叫秘密翻 但是呢也一个坏处我们互相之前并不了解 而且照顾的利益也不够 这是我觉得我们要跟长岛哥老班长 咱们大家一定要站在体学组这个联盟的角度上去考虑这个问题 第二个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惊讶的 他们说你们的密翻译组的这个 人家日文西班牙文 是吧 德文法文都有 人家都是五种言语上 每个人只有七个是五种 无有的无 人家是五种言语上 他说你们的翻译是真烂的 但你们真的很勇敢的敢这么翻译 是吧 我也确实 他说你们是真勇敢是真烂 咱们就用这话就是disaster disaster 但是你们很勇敢 很勇敢 那么咱以后的质量量要提高 对密翻主的利益要穷写 对密翻主的关注要重视 但是这真的是也另外一个角度 木兰 就因为木兰我们百分之百的信任 百分之百的这种行动力 让真的是最放心的密翻主 反过来我们各农场主 和各个任何人都要想一想 为什么密翻主做出这么大成绩 如此之沉默 这么大的功劳 没有任何争 没有任何强 这就是我们大家都要想的一个问题 真的又感谢木兰 感激木兰 同时又是个榜样 意义深远的 所以说在凤凤城的山顶上 俯瞰凤凤凤城的山底的时候 就听到人家给我讲密翻主的时候 我感触很深 我晚上因为我自己睡老大老大一个房子了 知道吗 就我在那房子看下方 就我翻开 密翻主的很多东西 我重新很多温习了一遍 就是看得起个很激动 就是我在那个 就是这个霓虹灯璀璨的这种孤独中 重温了密翻主 感谢所有密翻主的兄弟姐妹们 感激你们 谢谢 谢谢七哥 谢谢七哥 我们太不好意思了 我们做得这么差 我们一定要更多的改进 然后把我们的质量提高 谢谢 谢谢七哥 好 非常感谢木兰姐 我觉得您做多才会错多 所以是很正常的 非常感谢大家所有的贡献 也期待其他农场更加的能够catch up 然后因为七哥刚才提到 这次会议之重要 而且核心是讨论未来 那新中国联邦和我们的喜币G系列 是毫无疑是未来中的重重之重 所以我首先想请出这个郑青先生 我知道您在这方面研究最多了 想请您提出第一个 关于这个相关的问题 非常感谢 好了 不敢当 真的非常激动 我非常感激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和我们喜币 包括我们接下来的躺平壁 这方面的合作会有哪些重要的进展 不知道能够更多的透露 谢谢 谢谢郑青 我觉得台湾农场 无论是天机 还是大牛 巴黎 艾米利 福基 你们每个人 郑青都可以很自豪 我也开头说了 就是人家对台湾的这种尊重 和这种保护真的是台湾真的要珍惜 我们真的是很珍惜 所以台湾 香港 新疆 西藏 人家那种人家不是说有利益的 这几个地方都不准准是利益的 是一种情感的共同的价值观 共同的世界观导致的 所以在台湾农场人家都很关注 很关注 但是他们当然了就是觉得我们在台湾上 我们这个系列里边的参与的这个 就是觉得台湾跟这个实际上 应该是非常不匹配的 他们也某种程度认为 就台湾内部最大的威胁是亲共牌 然后再说到这个关于这个洗币稳定币 这毫无质疑的 人家比谁都懂 咱们有几个客观因素 第一个 就是洗币 HCN这块 就是市场流通量很低 就是你想这个里面的流通量低 而且他的所有的投资者非常清楚 几十家基金 甚至是他的战友 而这些人全是长期投资者 但是战友有些可能不是长期 由于索币了 你想就是想颠覆性的也没有 就这个东西太牛了 就这个系统由于索币 咱们战友的这个几亿个币 没有导致大跌 否则的话你一夜之间 一分钟就可以回到零 一点 咱战友任何人 长导哥一个人的币 一百多万币 他只要让他解封 长导哥说我现在我就砸你 绝对半小时给你砸到零去 但是半小时以后肯定还回来 这是一点的物理 但是他会给你砸到零去 是吧 你可能大牛他也有几十万币 他也能给你砸到零去 对吧 但是他最终会回来 但是他没有砸到零 又回来这个大的屈服 就是因为战友们没有人去抛这币 这叫信心 第二个这些基金 人家没有想跟你玩黑的 想玩黑的基金你是没所币的 那基金给你砸了一千万币 那不回零吗 砸你几个小时到零是肯定的 就没有一个砸的 这个在金融界叫什么 叫信用 所有全人类的金融 就是所有的基础 就是俩字信用 就没有信心就没有信用 没有信用就没有价值 美元啥也没有没帽定 就对美国的信心嘛 就是这点人家事情都懂得很 就是你这个币 百分之百的信用 这是所有数字货币 根本没有的 就这个传奇 你到将近七八个月 到今天如此稳定 而且他们认为这个价格 应该不是在四十块钱左右 他认为今天的喜币 应该在十九块钱到二十块钱 为什么十九二十 他算的价值不是按你今天十亿币 明年十亿币算 他认为是按你这个 一千亿币的总值算 他说这是 这是已经在白皮书的数字 就你的未来的评估值 是应该按一千亿个币算 那一千亿币 你要变成四十块钱 你四十万亿太夸张了 他觉得你一点九万亿 两万亿 就是已经顶了天了 所以他们认为你这个是高的 但是他觉得你们现在维护着 是因为你战友们不卖这个币 另外一个 他长期来看的话 他认为HDO就是这个选择 这个锚定 他认为 世界只有一家是真正的HDO 就咱们 为什么 所有的记住 数字货币里很多什么 连接黄金的 连接HDO的 记住是去中心化的币 别忘了这个词啊 因为去中心化就可以不负责任 只有一个中心化的HDO是 我是谁 我在哪儿 我负责 这就是一家 他说 他说只有傻子 才不知道 这个只有洗联储的HDO 是百分之百 唯一的一个真正的稳定币 而且说 这个你们经济的历史考验 这一分钱不会被挪作他用 别搞那金融词啊 什么算本啊 什么 没有这个 就不会挪作他用的币 然后 这个 大家要知道的啊 接下来 被国家认可 主权认可 主权流通 甚至大的 这招之地控制的金融集团流通 但是一定会发生的 那个时间 他们说最担心什么 就两件事情 战友的币 大时候 哗一下就给炒上去了 炒到一千两千美金 然后大家的期望值 就永远停了两千美金 他说这是不可能的 他说所有的货币 只要是浮动币 他一定有浮有动 有上有下 他觉得我们战友 都不是合格投资者 你这期望值都是 长短哥认为 你涨两千 我还想四千呢 你涨四千战友 下面就留言了 说我也想一万呢 人家都给他看得很清楚 说你们这战友 都是不成熟投资者 他是成熟投资者 你要知道钱是有赚有赔的 甚至就砸到零的时候 他不是你的灾难 他能不能回来 才是你是不是决定 是吧 这是个最简单的常识 就是你这个币 能不能回来 咱们战友一看 砸到零了 大家全瞎傻了 是吧 所有的浮动币 砸到零不是最高 能不能回来 你现在Luna 一下就没了 那回不来就死了 你像人家 比特币 他今天是多少钱 人家还是一两万 你再砸人家 是一两万比特币 你别开玩笑 你像那个谁 那个赵长鹏 是吧 那个王八蛋 是吧 人家赵哲迪说 这是个垃圾 一句都不想提的 所以是为什么 我们这之前有一个 赵哲迪的人 说句话 他说